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是美感细胞的王淳 美感细胞是一个非引力组织 在2014年开始 以公益募资计划的方式 发起美感教科书计划 我们希望可以尝试重新设计课本 用示范实验的方式进行课本再造 然后再进而推动到体制内 这是我们2017年的美感教科书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国语 英文 数学 用摄影方式呈现的自然 还有社会 我们希望用多元的设计方式和装真方式 可以让孩子们体验到多元的美感体验 这是我们今年的美感教科书 用科学绘图的方式呈现小学三年级的自然 用避难包的方式为主题呈现小学五年级的综合课本 还有我们今年尝试跨越到国中科目 里面有附件就是选票的仿真 还有资讯图解的方式呈现的国八公民 国八数学 国期体育 通常我介绍完这些课本之后呢 大家都会问我们说 商业出版社为什么需要募资 或者是我跟老师介绍完我们的课本之后 大家都会问我们说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我们都已经选完书了 老师以为我是出版社的业务 事实上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 美感细胞不是出版社 我们也不是设计师 我们透过大众的支持 然后进而推动美感教科书计划 希望可以尝试创新的设计 到课本当中 我们借由大众的支持 主要是在做社会倡议 做社会倡议之后呢 我们希望可以推动教科书的法规与政策的开放 最后经由实验过后的设计 推动到体制内 影响孩子们桌上的课本设计 我们也尝试征求与现场的老师合作 请老师教学 使用美感教科书教学 让孩子们使用美感教科书学习 学习之后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设计 它是符合现在的教学模式 符合现在的教学目标 什么样的设计 是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地方 我们每年也举办 设计师与出版社的交流会 希望可以让教育设计的人才 进入到体制内 这是美感细胞七年来努力的事情 也是我现在的工作 我以前是一位教育现场的老师 我任教高中公民 如果是老师的话 你一定会知道 教育现场最困难的事 就是要引起孩子们主动自发的学习 所以我是一个喜欢尝试多元方法的老师 桌油融入教学 主题教学 或者是合作学习法 问题导向学习法 其实我都尝试过 但是很悲伤的是 就是我希望孩子们保有学习的兴趣 主动学习的感觉 但是比较困难的是 可以发现教育现场 还是有很多孩子 对学习其实是不感兴趣的 有一个新闻杂志调查过 就是现场有65.2%的老师 觉得现场教室最大的困难 就是学生缺乏学习动机 有60%的老师认为 应该要让自己创新教学 来提升孩子的学习动机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自己以前的教学经验 我想问大家一下 自己在高中上课的时候 最喜欢问老师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心里想一下 第三名就是可以去装水吗 第二名就是可以去上厕所吗 第一名是这题会考吗 就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孩子们学习他其实只是为了考试 不考就不读 所以他以为自己的竞争者是考试题目 每到学期末的时候 这是学校回收场的场景 好像变成学生学期末的其中一个仪式 学生心里想说我终于不用学习了 我们在想就是如果这些陪伴孩子们 每天陪伴孩子们的课本是一天六到八小时 十二年会有一万两千七百六十个小时 相当于可以看六千部电影逛三千字美术馆 如果我们可以让课本变得有趣的话 让课本变成美术馆的话 陪伴孩子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教育心理学家安德森他其实做过一个实验 一个是没有经过设计过后设计的教材 普通的教材 一个是设计过后相对学生来讲 是比较有趣的教材 他跟这两位学生讲说 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你就必须按按钮 拿到有趣教材的孩子呢 他第一次他有按按钮 后来他就忘记按按钮这件事了 因为他曾经在学习当中 那可想而知 另外一位拿到普通教材的孩子 他看了一下之后 他就开始期待按按钮这件事 因为他觉得按按钮比学习更有趣 所以这个实验它其实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给学生一个有趣的学习材料 事实上是可以影响到他的学习兴趣 以及他的学习动机的 所以我们在想 可不可以把孩子喜欢的插画 漫画放到课本当中 可不可以把孩子喜欢的手机游戏 闯关游戏 现在流行的AR 放到课本当中 可不可以把课本变成一本很美的植物图件 或是课本变成一个你从书店买回来 但是你看完不会丢了书 如果我们可以把课本变得有趣 让学习变得简单呢 你有没有发现课本开始变美了呢 过去7年 美感细胞团队与超过50位的设计师合作 开始了一场美感教育的实验 在大家的提资帮助下 我们成功地发出了15000本以上的课本 并从体制外走入了体制内 和助玩生们合作 一起提升了全台数十万孩子们的教育品质 可以看到小孩很实际的反应就是 他们真的很喜欢 然后互动也多这样 养赖这些设计师的专业 那这样才能够一起让我们的学生的学习 这件事情能够成长 我们都知道 教育的改变不能谈话一线 因此这次美感教科书第三季 我们将从国小跨到国中 养瓜更多元的科目与设计 推出五本全新的美感教科书 无论你是学生一般成人 我们都在这里邀请你 跟我们一起重新体验学习的乐趣 我们觉得设计跟功能它是并行的 没有什么谁先谁后 因为设计在传递的是一种逻辑思维 它不是只是在传递一种美学 那这个逻辑思维 其实透过你的编排方式 选择方式 编辑方式都会显现出来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教科书 你可以去让大家意识到说 原来我们只要换个逻辑思维 它就有可能改变它的样貌 跟美感这次的契合之处 当然就是体制内很难进去 就是当你可以在体制内 就是去发出一些 就是那些正向的声音 或者给予那些好的 不管是视觉的 或者说思想上面的 我觉得都会是很有力道的 针对课纲的内容 我们想要用一个漫画的形式来统整 所以其实我们在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一种漫画的节奏性 跟动态的连接 这次就期待透过我们擅长的一些方式 比如说扩程时定 或是一些动画影像拍摄等等 希望让这本体育课本 是真的是动起来的 期待说大家学习 不要只是在体面上面 做在数学板是一个立足的东西 这次做这个课本主要的动机 其实有没有办法从理解开始 我们当然希望说教科书可以更多元 更具美感 更具可观性 就是说我看了这本书 我很想一看再看再收藏 台湾的孩子在不同的地方长大 有着不同的家庭 有着不同的生活 而唯一相同的是 他们都有一本共同的教科书 美感教科书第三季需要你们的支持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改变 为台湾的教育翻开下一页 设计除了美感以外 我们在思考的是 如何让它可以帮助教育 或者是提升孩子们 在阅读的时候的学习动机 或是提升它的学习理解 所以我们试着使用 比如说像这个是一年级的课本 然后我们是用它刚正在学习的笔画 设计一个互动性的贴纸 让它在封面的时候 可以去进行它想要的 自己的封面去创造 让我举一个例子 这是2017年的社会课本 从这个社会课本上可以看到 问大家一个问题 天主堂和清真寺有什么差别 你们看得出来吗 其实照片它其实是很难呈现的 因为它会因为角度跟光线的关系 所以没办法真正传达到 它需要讲解的知识 课本需要讲解的知识 因为它没办法呈现细节 因为它的体太大了 像那个庙宇的龙柱 你可以看得到吗 因为它就是因为阴影的关系 所以太黑了 你看不到龙柱的细节 所以讨论了之后 我们觉得应该用科学绘图的方式 把整个建筑物的量体画出来 这时候再把想要强调的特征和细节 用照片来呈现 这时候小朋友就可以很完整地看到 课本想要传达的知识 所以我们在想的是 我们用同样的文字 只是用不同的设计方法 美感教科书用不同的设计方法 希望可以让整个知识的传递 变得更简单 再举一个社会课本的例子 这也是2017年的社会课本 可以看到过去的方式 就是把课本提到的知识内容 用照片来呈现 课本提到什么 我们就用了什么照片 那这是过去的做法 在未来的做法 我们会希望用资讯图表的方式呈现 这个课文它其实是在讲 二战之后 因为时间环境的变化 所以出生率会有不同 然后后续呢 政府用了一些政策 所以让出生率提升 那改造了之后呢 可以发现设计师把图表拉大 然后呢发现有什么大的差别吗 就是舍去了照片 为什么要舍去照片呢 其实要符合课本知识点的照片不好照 所以我举个上面的政策的例子 就是发放生育津贴这件事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现在在上面放了一个 发钱给妈妈的照片比较好 还是放一个用icon式的整理情境比较好 所以后来设计师取决了 衡量了之后呢 他觉得就是用icon式的呈现比较好 所以用icon的方式整理了三个政策 把它放在当年度 当年度政府实施的政策上面 所以呢 其实两个比较起来 可以发现我们其实是想要做的是 理解了课本的内容之后呢 再看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 可以提升孩子的学习效率 我们认为教科书其实是最贫穷的教育 不管你是富有还是贫穷 不管你是偏乡还是都市 孩子们的手上都是有一样的一本教科书 有人说现在的社会是三十年前的教育 那我们如果把课本变成美术馆 让下一代的孩子每天看着这些教科书 那他们未来会创造出什么样的社会呢 杜威在一百年前就说过 学校要试着找出什么样是学生感兴趣的事 这是重要的 给我们一本课本 我们会给孩子一座美术馆 设计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教科书 我们希望创造一个教育设计产业 让更多人持续投入 改变社会 当我们想到教育会想到芬兰 当我们想到职人会想到日本 我们希望有一天想到教育设计的时候 会想到台湾 为教育做设计 让设计成为教育最好的主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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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